哼 你抄袭 诶 读书那是能叫操吗 我的世界和迷你世界 你知道哪个才是正版吗 2009年我的世界刚上线 就在全世界掀起了沙河空巢 直到16年 网易买下了版权 我的世界才进入悬货市场 却发现 这个人怎么跟我一样 我怎么跟这个人一样 原来早在一年前 这个和我的世界相似的迷你世界 就悄悄登陆了4399等游戏平台 并且一直收获了三千万文家 根本停不下来 这游戏网好像在哪间 好好好 眼看市场被霸占 愤怒的我的世界一直诉状 将迷你世界告上法庭 你说我强行 你放过谁比我大呀 你放屁 我09年就有了 你那是欧美的 我这是国产 国产懂吧 行 那我这新版本的霸占 怎么你也有啊 这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迷你世界果然败诉 开上两千万 并立即删除游戏中 267个核心元素 就在大家以为 迷你世界会彻底停服时 一波诱化后 它又重出江湖 甚至还搞了个同名大电影 这会不会太嚣张了点 你也不看看那背后是谁 主义 这次是年轻人 最快的 二十一人 最后期 我能从一日子 席主义 想法庭